蔡英文昨天在民主黨中場會 也是何志偉 何志偉今天不是跟邱克森拍桌嗎 何志偉昨天說 到處都買不到快篩機搞什麼呢 因為何志偉是台北市選出來立委 台北市新北市哪裡去買啊 對不對 怎麼買啊 就是不公平嘛 不合理嘛 對不對 新北市染疫的是40% 他拿到的快篩是18% 台北市染疫大概30% 然後他快篩也不夠 每個藥房平均給78分 哪個天才想出來的 加拿那個藥也是 加拿說我現在預備把藥發下去了 要發個幾萬份藥 然後呢 每個都市兩家藥房 三地 四 這個偏遠的地方四家 因為路比較遠 那你們台北 新北 反正都交通方面就兩家 那麼想到這邊病人很多啊 那邊病人很少啊 對不對 你不能只考慮交通 你要考慮病人有多少 你台北市新北市只有兩家 塞死了 都去拿藥 甚至還說有些藥房送 他藥房怎麼跟你送到家 假如你一下來個 像新北這邊超過一萬啦 你怎麼送到家 這講些什麼 不然這講些什麼 蔡英文說重話 說要讓民眾更快買到快篩劑 我看了我很生氣啊 你蔡英文是什麼人啊 你是名嘴啊 你在這邊評論啊 你是總統耶 很多國家就是總統總理 出來做防疫總指揮官耶 你什麼都不管 偶爾就說說風涼話 賣肉賣肉做好人 快篩劑不夠了 多進口一點啊 那個管道多一點點啊 你是誰啊 你下來幹啊 你如果不滿意換人啊 你真的評論啊 你講些什麼 看得很氣啊 但當然有些人就被他感動 總統都關懷 他本來就敢關懷 他當總統幹什麼的啊 他不關懷他當什麼總統 他無能 他沒有能力解決 他當什麼總統 不是這樣子嗎 蔡英文 對 這個我們最近 不管到哪裡 看到很多很長的人籠 我們都知道 百姓在排那個快篩劑 實際上我們可 實際上看的心裡 真的是很難過啦 因為這個疫情這樣 從四月中開始 開始這樣爆發以來 大家都變得比較緊張 那之前有一兩年 而且前面有這麼多的經驗 從口罩到疫苗 到現在快篩劑 怎麼政府已經號稱 所謂的超前部署這麼久 到現在還要讓民眾排隊 買快篩劑 這個我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前面已經有 口罩的經驗了嘛 那如果你今天要開始 知道說你的政策 這個防疫政策 要改成所謂的 大家都聽不懂的 新臺灣模式 就是你那個什麼模式 就是要開放 讓大家就是不要防守 不要在那個的話 就是讓很多人免疫 成為集體免疫的話 如果這你的新臺灣模式的話 那應該在這之前 對快篩劑準備 就應該很快 就有心理準備要充足 而且我們得到訊息是 事實上有很多廠商跟我陳情 就是說他們要申請進口快篩劑 大家知道現在外國很多 很容易買 大家都會看國際新聞 也知道怎麼去搜尋外國這個相關的媒體報導 不是說只有 不是說政府這個會翻譯假的 我們都聽不懂這樣子 不是這回事 不像外交部那樣子 但是事實上外國是真的是容易買到的 大家都知道 而且這東西是經過 很多還免費了 認證的 認證的 而且不貴 那大家很多人也有外國的管道 不是說台灣很多人都有外國的管道 那政府應該趕快的批准 讓這些申請的廠商 台灣有這麼多的醫材器 不是一家兩家 台灣有非常多的做醫療器材 應該趕快開發案 大家趕快申請 可是我們看到 我的確接受 接到陳情案 就是有的廠商申請 非常的快速 這個綠色通關 一下子馬上過 有廠商已經補件再補件 在這個緊急的時刻 我不理解為什麼 這個是死藥署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 一再的這樣 總統都已經說重話了 那到底他的這個時間點的故意 或者是審慎的審查這東西的目的為何 為了保護民眾嗎 讓大家買不到 所以買到東西比較好是嗎 今天有人跟我反應 兩件事 第一個是就是說 現在所有生產快篩的工廠 一生產就被徵收了 一般人買不到了 以前是說好嘛 我還可以至少可以想辦法買 因為你要買不到 通通徵收掉了 你根本買不到 第二個 有些大的工廠 他們就既然買不到 他自己從國外進口 國外進口 所以要給員工用 只要超過一百份這種大的 不准你進口 一些不准都不准 不准他進口 奇怪 不准百姓自力揪揪 他自己要進口是怎樣 全部掌握在你們自己手上 你們是有多少利益在裡面 他自己進有什麼不行呢 對不對 而且也不是亂進嘛 他一定是找到那個可靠的 在會進那些快篩技 不准他進口 所以就搞成這樣子 然後這邊嗨嗨叫說沒有 對不對 然後還偏偏叫人家自己去篩 對不對 你自己快篩陽系 你才能到醫院做PCR 那你不是叫人家篩嗎 那我用什麼篩呢 對不對 我沒有快篩技 我怎麼篩呢 那我不先篩 我就不能到醫院去做PCR 就變成這樣啊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